大家好,今天过小年,分享一个黄瓜的新吃法,放在开水里面烫一烫,再简单一做 出锅就变成了年夜饭的一道下韭菜,比吃大鱼大肉还要过瘾 这个做法我也是头一次做,没想到竟然这么好吃 学会之后可以给家人露一手,保证个个都夸你是大厨 准备三根新鲜的黄瓜,过年的黄瓜卖的也特别的贵,我这里八块钱一斤呢 把黄瓜给它清洗一下,加点食用盐 和不要钱的清水,用手把每一根黄瓜都搓洗一下 因为食盐成颗粒状,搓洗过的黄瓜表面非常的干净 食盐还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所以我们吃着更放心 搓洗干净之后用流动的清水,多冲洗几遍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把黄瓜给它修整一下,不好吃的切掉不要 准备一个大铁锅,往里面倒入适量的长浆水 把水煮到101度,然后把准备好的黄瓜放到开水中烫一烫 黄瓜烫过之后,一方面可以消毒杀菌 另一方面,黄瓜的颜色会更加的翠绿鲜亮 而且口感更好吃,不会有苦涩味 黄瓜烫个十几秒就可以了 放在凉水中浸泡60秒,这样黄瓜吃起来口感更脆 锅里面的水不用倒掉 把提前泡好的黑木耳和白银耳直接倒入开水中 煮上一分钟,煮至断生 然后控水捞出和黄瓜放在一起,泡在凉水中备孕 准备一个紫皮洋葱,把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 洋葱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和黄瓜搭配在一起 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 洋葱切好之后,给它抖散,装入盘中 这个时候黄瓜也泡好了,把它控水捞出 装在保鲜袋里,家里没有也可以不用装 用祖传的擀面杖给它轻轻的敲打几下 把黄瓜内部组织给它敲散 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入味 然后用刀像饰瓶中这样切成小块,可以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切完之后装入大碗中,再把洋葱也加进来 泡好的黑木耳和银耳也放进来 接下来准备八颗大蒜,用刀剁成蒜末 不论是炒菜还是凉拌都少不了它 只需要放一点的小味儿,立马就上来了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点辣椒 用热油激发出蒜末和辣椒的香味 再把它倒入大碗里,放入18粒花生米 调味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加88粒盐,58粒鸡精 两勺生抽 两勺香醋 一勺香油,一勺辣椒油 戴上一次性手套,一定要用左手给它抓拌均匀 这样吃起来的味道才会更香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看到最后了 一个红心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今天这条你就免费点一个小星星吧 家里还有三个女儿在吃奶粉,拜托大家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凉拌黄瓜不仅好吃 而且还非常好看 多种食材搭配营养也特别的丰富 不论就是过小年或者年夜饭的餐桌上 一定少不了这道下酒小凉菜 比吃红烧肉还要香 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做法也不难 几分钟就可以端上桌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